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想到健康 这个现代人 因为健康观念盛行 而且景气不好 很多观众朋友 都当起现代农夫 所以我们有一个 很受欢迎的 这一个专题单元 是健康阳台宝 那今天到了 这个夏天这个季节 其实各式各样的 香料香草 还有很多在家里头 很容易自己栽种的植栽 实际上都是非常适合 来料理入菜的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自己来种 这一个各式各样的阳台宝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刘伯岚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肾胀科的医生好朋友 江索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肖多仁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阳台好朋友 王敏勇大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再来也要分享自己 阳台宝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师 嗨大家好 要先cue一下江医师 江医师今天没有带阳台宝来 但是有照片有真相 江医师的阳台连香蕉都种 我听讲江蕉很推荐大家种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真的完全不用药 我用家里的堆肥随便堆一堆 我跟妳讲长了一整串 长到吃不完你知道吗 你们家可以自己吃香蕉 而且它好像有阶段 比较轻的轻绿巴椒跟比较熟 对 真的会 它突然长出来 你就真的会吃不完 阿芈都没有顾它 它就长这么好 对 真的不用这样 因为香蕉天然很厉害 就是说几乎没有虫敢咬它 你知道吗 真的哦 真的啊 它那个皮你注意看 它只是自己饶了变定美花斑之外 它没有看到虫的痕迹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自生自灭的成果 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 很厉害耶 我们看一下 所以自生自灭的香蕉长这么好 那旁边这个是什么 这旁边的菜啊 什么菜 我跟你讲我种过很多菜 我们种了辣椒 种了香菜 谁的季节种了不一样的菜 这真的是你家吗 这真的是我家 你是拍邻居照片 还不一样 保证没有 我跟你讲这个都给种人耶 这个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们北部种香蕉 除非你 气候本来就不适合 香蕉都一定只要在云林 对才会漂亮 你看我可以证明 嘉一师那个 那种歪歪歪歪的时 长得不漂亮 你看南部那个 人家很肥 这么大一只嘛 对对 它旁 对对对对 因为你不用化肥 你没办法长得肥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变得Q强 可是我跟讲其实很香 很好吃 而且它这个太阳直接晒晒到手 成熟耶 对它不是上来用那个垫幕吹的 对对对 更健康 对它会真的有一个浓浓的香蕉味 好 那我跟你讲还种什么你知道吗 芹菜 好这个 为什么要种芹菜 芹菜是非十字花科的植物里面 农药消退最慢的东西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逻辑说 你们家芹菜都要自己种 尽量自己种 因为你买的话 就很容易买到残留农药 对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农药行给我们农民的指示 说这个药要碰多顾再来收尾 所以它并不会因为你的菜种 就给你不一样的指示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 原来菜种 农药消退速度是不一样的 对对 中间可能差到四天你知道吗 所以芹菜是一个风险高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消退农药 那我们也种其他高风险东西 像椒科的 椒科跟豆科一样 它是连续采收的 所以它很容易 就是说你在外面买 那椒科又很容易长 坦白讲真的 尤其是像辣椒 长得满串都是红色的 然后还可以分给邻居 对 而且真的也不需要用什么药 所以这个是江医师的阳台宝 那周太医也要分享 周太医的阳台宝 一年四季不一样 是没有跟江医师那么浮夸 种香蕉 可是你看辣椒也有 九层塔跟葱也有 但是我有好几个理由 觉得说种这些很OK 是因为跟江医师上录影的时候 太多次了 他什么都说有毒 有毒 那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毒的观念 其实从十多年前 其实王永庆 王爷爷就已经开始有这观念 王爷爷是第一个 是在台塑上面种菜 大家都知道 对 他算一瓶200万的土地上面种 那台塑的大陆上种菜 结果发现他在十来年前 就发现说 其实台北的落成量 那时候还没有埋害空污的时候 落成量就造成 那个菜其实是不健康的 所以现在很多医生都说 吃的菜是减肥吗 没有 因为埋害空污会是 让你越来越吃越肥 所以其实在阳台中阳台宝 是一个很危险的 是因为包括落成量 包括农药土地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 为什么要一直种呢 因为刚才江医师说 就是农药的问题 所以我每次从超市买回来 从第一个是 一个我太多家里人口少 吃不完它就坏掉了 怎么办 我就把它放土里面 因为土里面要葱 所以这个不是你买盆栽 这个不是 是你超级市场可能买的葱 是是是 然后自己擦下去 就把它擦在水里 但是我觉得放水里面 其实还是怪怪的 我就把它放在土里面 它要一直去活 一直活 因为我每次弄两个葱 我就要丢掉六根葱 那整个整把 我觉得很可惜 还有就像九层海市 买一堆 那个阿芳老师说会黑掉 它脸皮 对不对 所以每次来说 九层海买了一堆 就丢掉三分之二包 我觉得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很浪费 第三是 辛香料是怎样 它天生虫也是有口味的 它不是什么菜都吃 它喜欢吃小白菜 喜欢吃空心菜 可是它不要吃辛香料 因为它的多分值 化素是高的 所以这些是 就是配合江医师说的 它们都不用农药 我们就可以吃到很干净 很新 而且它的用量很少 如果它真的对肾脏有负担 我不是像空心菜吃一斤 我是用少量辛香料 去让我的循环变好 我的皮肤变好 因为本身在台湾的夏天 我们的皮肤的抗性会减少 所以辛香料对我们的抗性 皮肤也好 消化机能 循环代谢变好 所以这个之外 你会觉得说 好像很普通吗 不是 我介绍大家 其实我最近 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看你最近种厉害的 是什么 因为大家看了这个节目 应该知道说 我是种什么 死什么的医生 就是说我吃愿意戏 必然 可是我很不会种 但我现在反而到 我人生的方向了 其实辛香料之外 其实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还不错 第一个就刺葱 刺葱我就带来 刺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这在南投埔里都很多 本身刺葱 它是高甲 高钙 高铁 它的铁甚至还比 红线材还多 然后它的一个 铁值是高的之外 它的钙质其实 它100公克的一个刺葱 但你不可能超100公克 对不对 100公克的刺葱里面 它是有600毫克的钙质 是够的 它本身甲离子也是高 对于我们本身的循环 代谢有变好的 那我们刺葱本身是 刺葱它对于关节风湿 是可以有好处 但是它的香味非常的重 所以你怎么用它 怎么刺它 对 我用它来吃 我们就是把它 刺葱剁碎之后呢 我加上酱油膏 跟柴鱼屑 还有芝麻 我做成刺葱豆腐 这是在南投埔里 非常很普通的 夏日小吃 所以夏天刚好 很多人喜欢吃 这样的冰镇的 凉拌的豆腐 对 然后你会发现 它的香味很重 跟刺葱就可以调了 它的味道是 其实小朋友 大人都喜欢 因为刺葱本身是 我们中医说的三香 三香是包括 它是跟姜 还有花椒 列为中药材 和食物的三香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食材 所以相信 像萧医师减肥 减肥变很多 应该知道刺葱 它本身对降血脂来说 还有脂肪代谢是好的 那另外来说 我介绍大家一个 就是鱼心草 这东西就恐怖了 鱼心草 你只要一摸过去 都有味道 它味道非常的重 甚至有时候 非常的重 它的鱼心味很重 那这个鱼心草 它是在 沙士就非典都非常红 因为它本身 鱼心草本身的鱼青草素 它对于我们的一个 痰 发炎 还有手脚的皮肤 配赖 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但是要记得 这个东西一定要晒干吃 如果你没有晒干去洗的话 我有一次洗得非常干净 半夜睡觉的时候 被我自己吓醒 臭醒 手上还有味道 我在拉棉被 还臭醒 它的味道是非常重的 所以要晒干之后 来食用的话 它其实它的味道 很像仙草味 这是好的 是的 那这个桌上一听说 今天还分享这个仙草茶 仙草 仙草茶应该就不是你种的吧 也是我种的 仙草是不是一个仙草是种什么 你怎么把它撒在哪里 那个是新鲜的仙草 是绿色的 绿色的 然后你只要晒三个月之后 它就变成干仙草了 所以你把新鲜的取下来 摘下来之后 清洗干净去晒干 对 你就一直翻 每天就把它翻面翻面 晒之后晒两三个月 它就会变这样子的 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仙草干 对 仙草干 它本身的精油含有很多的一个 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的特质 所以我们叫做它天然保湿因子 我个人非常大推你种心 是它真的不会死掉 保证不会死 真的 那种纯形花科东西 它比十字花科还耐热 耐干旱 那仙草在本身是台湾 是属于岭南 长江 岭南 像广东 广西 还有海南道 我们很容易中暑 还有尿道盐 阴道盐 对 凉草 凉草其实像龟苓膏里面 其实也是加上一些凉粉 凉草就在仙草 它本身在喝的时候 会让你的利尿感增加 而且解暑热 消炎度是增加的 那你这个仙草干 是怎么做这个仙草饮的 我刚刚喝了 泰医带来的仙草茶 非常好喝 大部分来说 你要煮两到三小时 那因为我个人比较懒 我就把它用 大概是2000cc的电锅 就是最大的电锅 然后我加水之后 我会再加上 30公克的仙草干 大概你就外锅加了三杯水 重复这样子 闷煮之后 它只要是黑色的水出来 越来越浓 浓汁就可以喝了 好 这个就是盛夏的 消暑的这个清凉饮品之一 好 那除了太医分享的阳台宝 接下来明泳大哥 也要出来分享 这个明泳师傅 明泳农夫也是 阳台很多宝 今天带来这个比较大的 这一盆是甜菊 甜菊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减糖 生酮 都吃一些健康代糖 其实最容易的 这个如果没吃过 很多时候饮料店 会有那种甜菊茶 就是这个 只要这一小片 你这样嘴巴咬 一点点就甜 就是好像在吃糖一样 那这个它是没有热量的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好甜喔 很甜对不对 一小片 摘一点点叶子泡茶 像你如果有生鲜 像我在家就摘了以后 把它洗干净 等一下我录料理 我就把它带糖 我们就不用再加糖 这个这一盆是 这个是香草 我给大家看一下 观众朋友可以猜猜看 这里面最少 接近十种香草 这时我们家随时都会有 就是我假如想要录料理 我就摘几种 大家可能会猜不出来 对 你看 你猜得出来的 像迷迭香最普遍 薄荷很普遍 薄荷对 那这个是白里香 大家比较容易 这个法式料理 那这个是豆丘香 就跟刚才周医师讲 这一摸就是很香 OK 倒手香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 这个是柠檬马鞭草 哦 马鞭草 柠檬马鞭草 这个是有柠檬味的 我看 哦 柠檬味好重 对 那另外一个 这个 我这里有三种柠檬味 这个也是柠檬味 给你们文文 这柠檬味好重哦 我这里面有三种柠檬味 这是柠檬香蜂草 那个是柠檬马鞭草 这都是柠檬味 你刚刚那个柠檬马鞭草 比较接近甜点 我每次如果吃柠檬派 那上面就会有一点点 就是这个柠檬马鞭草 那这个是柠檬香蜂草 它也是有柠檬味 你抓一下就是柠檬味 那这个 这两个也是柠檬味 我再折一下 你们文文看 这也是柠檬味 哦 不一样 这个也是柠檬味 哦 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是 这是不同种类的柠檬树 这个是像柠檬 就是我们真的吃的柠檬 这个是像那个莱姆 哦 所以它的叶香也不一样 对 有点不一样 所以像我在家 有时候喜欢吃 像我很喜欢吃东南亚料理 你就要摘个两片丢下去 就马上南洋风就出来了 哦 因为它的香料就提香了 对对对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烹调 要的是香草的滋味 有的时候是要香草的香味 没错 好 那阿勇斯今天还带来哦 他今天来录影前 从我们家阳台 现彩的哦 你看 这个是番茄 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熟化 你看它有漸层哦 它有一面是绿色 然后另外一面是黑色 这个是我挑战啦 因为这个基本款我已经都 这是黑番茄还是绿番茄 黑番茄 黑番茄 这是荷兰种的黑番茄 所以我现在手上这个是 还没有熟透的 还没有完全熟透 所以 太太两个一面变黑了 对 那这一颗就是已经 不好意思啊 本来熟透吗 我们发得太早 如果再发两个礼拜 大家就每人都有得吃 就还没熟透 只有这一颗我感觉是稍微熟 这一颗是可以吃的了 就是上面是黑的 屁股是红的 表示它完全成熟 而且变软了 那这一颗就可以 等一下大家只能吃一小口 所以绿色 所以绿色这里要变色才熟透 才会熟透好吃啦 那阿永师今天分享的是 香草的料理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有十种香草 你今天要用的是哪三种 我会用基本的三种 比较难养味 田菊跟这个柠檬马边炒 还有这个是 这叫咖喱叶 这个是叫做咖喱叶 是我们吃咖喱的那个咖喱吗 不是 它不是咖喱 这号称咖喱叶 这也是你到东南亚去 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定都会闻到 这好东南亚 对很东南亚 非常难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两个 一个是柠檬的马边炒的味道 加上东南亚的咖喱味 再加一点咖喱来做一个 马铃薯的香草猪 好 我们很多的农药里面 其实就是有一半的环境 我们说话题 那外子如果你的蔬菜 没有弄干净 你会做 路边的野菜比较不清楚的话 不要乱惨 手工木本身会造成肺部的伤害 最少两个人 因为吃手工木而致命 那我们今天这里面 先加一点点橄榄油 我们事前我已经做了 就是说一点点橄榄油 少量的橄榄油 黑胡椒 还有香草 对 刚刚讲的这几样香草去腌它 对一点点盐 还有一点点黑胡椒粒 好 那我就把刚才这个柠檬香蜂草 这样抓一抓 抓一抓洗干净 你有晒干的也可以 没有晒干用新鲜的 对 那这个是咖喱叶 咖喱叶也是我们把它摘下来 最主要都一定要把它捏碎 让这个味道出来 好 那我们就把它怎样拌一拌 拌一拌 腌制它 腌多久入味 其实这个我每次节目前 大概半个钟头 好 你就会发现这个味 很香肠 对 这肉细味马上全部都被腌过去 而且它那一个柠檬香蜂草 因为柠檬的清香很清 所以它真的很去腥 对 那我们用锅把它这个 阿勇斯你的阳台带给你很大乐趣 阳台应该是说 其实我也有三个小孩要养 所以养阳台比较省钱吗 不是 第一个比较省钱 第二个是 也是一个我的生态教室 对我的小朋友来讲 小孩也可以玩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 休闲娱乐书丫 兼养生兼省钱 对对对 兼那个生物课 因为我一个小儿子还在小学 所以生物课 植物对 它要种啊什么 它就比较方便 所以它植物生物课 要交作业的时候会容易很多 去爸爸的阳台里头 虎稿虾稿就有作业 自己领获 好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是马铃薯 因为时间关系 我稍微把它蒸一下 大概五分熟而已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一半 好 所以我们大概马铃薯 先稍微蒸个五分熟 但是可以先煎它 对对对 那今天因为要吃口感 所以香炒猪跟马铃薯 都让它切大块有口感 都是用大块的 好 那因为这个已经腌入味了 其实我们把它煎一下 把它拌在一起 所以好像这种红肉类的 其实你家里真的有一点香草 像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 基本上都可以搭配 你会有各种 那我今天做的味道是比较南洋风味 这样子 如果你要像法式的 你就变成用那个迷迭香 或者是白领香 好 煎它同时请教一下刘医师 刚刚江医师 其实非常推荐大家种芹菜的原因是 他很担心市面上的芹菜农药残留多 那据说确实市面上特定某一些蔬菜 往往是农药残留的前几名 局下这个资料是2011年到2012年 刚刚我还自己还跟江医师请教 他说现在是更严重 对 你看到第一名从这个菜肚 比如我们讲饼豆 白豆 长豆 那另外豌豆甲这里面 包括甜椒你可能都想不到 那这个东西来讲 它里面含的这个农药的甚至是非常多 他们之前在测这个饼豆 他们里面在 甚至有在一些农产里面 找到这个饼豆里面有30种的农药 很可怕 那包括第四名小黄瓜 所以像我们现在小黄瓜我们在煮 我们一定是甚至我们家是清水葱 我会拿点菜瓜不一直搓 葱了一个够量的时候 我们才敢去煮 大家的蜗具也好 包括青江菜 小白的青椒 番茄 油菜 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个其实农药来讲 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非常大 在美国他们有一个农场 他们去做过一个调查 就他们这一批 拉丁的族裔 他们在做这个 在用吃用农药嘛 就他们发现这一批的 其实拉丁的民众 他们罹患的这个血癌 是大概是47% 离一般来多 然后另外呢 他们的这个胃癌 多了将近70% 所以一般来讲 农药对我们身体危害非常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农药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多大 我之前有个案例是这样 那个女生来找我们 其实她是这样子 她长期的肝指数过高 她大概都GP 大概就是50 60 常常跑来跑去 那当然她说 她也不是A肝 B肝 C肝 那也没有脂肪肝 那找我的时候呢 我跟她讲 奇怪你的饮食也都还不错 后来她跟我讲 她都外食多了 外食多的时候 她跟我突然讨论一个问题 她说 我都吃了一家自助餐店 每次我看那个高粒大盘 切完之后 放在这个大铝锅 大铝盆里面 洗一洗都拿来就炒了 她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我说那当然不行 那后来我帮她验这个 药物中的这些 环境荷尔蒙塑化剂 我们很多的农药里面 其实就是有一般的 环境荷尔蒙塑化剂 偏高 而且她那个叫 人基本分 还有一个这个 冰基本分都高 后来我跟她讲说 你可能要重把乙齿调整 那她就说 那试试看 两月三 因为她这个肝发育 大概两到三年了 她就开始买菜 全家自己洗 每天洗 三个月 她肝指数居然就降到二十五 然后我后来 对 然后我跟她重新来检测一下 尿液的瘦化剂 清洁溜溜 所以我有时候 我想到我这些 所以很多毒物真的吃进去 她觉得她吃素 她觉得吃素非常健康 肝指数一直高 对 那当然我们肝的常会 你也不是那种肝眼 B型肝眼 奇怪 结果后来我发现 其实很多 如果你不明的肝指数偏高 草原医科技师 也搞不清楚 你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外食 那外食 如果你的蔬菜 没有弄干净 可能就种了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 自己在种另外一个 安全的地方 就是农药的压力比较少 真的 阿勇斯的香炒猪跟 马铃薯都煎得焦香了 煎得焦香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洋葱 因为我想要把洋葱 吃稍微脆一点的口感 所以也切得比较大块一点 大概一颗这样 把它切大块一点 阿勇斯 现在这个是很厉害的那种 異发料理必味 对 但是你吃的口感 看起来是異发料理 口感很满东南亚的 因为你准备加咖喱 把它调整东南亚风味 其实你不加咖喱就不会 但是因为我加了咖喱叶 其实它会有那个风味 那还有一个家里 因为我有种 今年有种青辣椒 这个也是长得不错 长得不错 采了两颗刚好顺便点缀一下 所以你看阿勇斯的洋葱 其实蛮好的 蛮热闹的 就刚好有辣椒就加辣椒 对 马铃薯我也种过 其实家里的马铃薯叫巴牙 我们都知道马铃薯巴牙不能吃 但是大家妈妈都把它丢了 可惜 就整颗放在土里面 它就会长很漂亮 但是会不会再长出来 会 所以刚刚江医师才会说 你们家的那个果皮啊 土鱼啊 某种程度 都可以当做天然的肥料 那对肥 我的经验是 我是把 刚刚江医师讲的那些果皮 对不对 跟你原来 假设你今天种完这一盆 它死掉了这土 你就把它全部跟那个果皮 把它埋在一起 用一个干净的箱子 或者是花盆 你就埋大概三个月以上 让它自己完全发酵完 那你觉得那一个 重新就可以来做出来 你连这个都会做 因为那个 他就是要发酵 那画面不好看 不然我就拍给大家看 因为有发酵 一定要发酵 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锅香草猪 好香喔 对 那最后我们就加点蒜片 因为堆肥 有时候我们这个美食 这个养生健康的节目 还有美食 对 我如果拿那个牛 我问堆肥给大家看 也不好看 我们观众看香草猪 没错 没错 好 那我们就用一点酒 好 稍微把它呛一下 我们的蒜片下去 一样让它拌炒炒香之后 再来呛一点米酒 对 那因为我的那个 那个肉有加一点盐巴了 所以我就 酱油不要太多 好 调味再来加一点酱油酱烧它 对 大概两汤匙 那这个自己要斟酌 因为刚刚的香草猪 有腌制过胡椒跟盐巴 那一般我们料理会加点糖 我这里就不加 我就把这个甜菊捏去 好特别 哦 甜菊的甜度会释放在 待会的酱汁里 对 或者是像我有时候 我甜菊是这样 我把它直接煮水 变成糖水 直接就用也可以 就是它的甜度又是天然的香料 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 一样让它拌炒 对那这个时候我再加一点点 这个咖喱粉 嗯 那我们就把它焖一下 让它里面熟透这样 嗯 好 所以阿勇斯现在开始 有一点点东南亚风味了 对 因为一点点酱烧 跟咖喱粉下去之后 最后还要焖它一下 对 焖它的同时再请教一下萧医师 萧医师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 路边的野草不要乱踩 哦是啊 没错 因为特别是 对植物假如认识不深 跟我一样的 就不要乱踩 嗯 我要提一下是 其实我们每年在急诊室 都会碰到很多中毒的个案 嗯 那中毒的时候 它可能瞳孔放大 可能上吐下泻 可能有神经的问题 那在食药署它统计起来 嗯 比较大 比较多的一个是 姑婆鱼 嗯 一个叫绿泽菇 那另外一个叫曼陀罗 对 姑婆鱼 你看行政院发言人 习果勇都误食 没错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芋头 就拿回家吃了 结果就惨了 神经毒就发作 长期的使用甜菊 居然可以降血压 甜菊在我们减肥的病人 很多会用 因为它确实是很好的 天然的一个 带糖 而且是天然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阿邦老师 为什么要加海鲜加紫酥 它可以去解鱼蟹虾毒 对皮肤的过敏会安定的 那这个你到急诊室去 他通常会说 你到底吃什么东西 因为急诊室是搞不清楚嘛 所以一定要把剩下的食材拿过来 不过急诊医师 还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帮你解毒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特别还是强调说 不要说因为怕什么 就是在路边看到什么 你觉得像是就踩回家去 这风险很大的 那另外我提一个是 跟我们减肥相关的 这是我自己一个病人 四十几岁 那么他听说手工木 像是一种中药吧 反正就是草药 他说有减肥的效果 他就自己拿回家煮水来喝 喝了两个月 那怎么逐渐喘起来了 逐渐喘 他去医院一看 不对整个肺部全部纤维化掉 蛤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手工木本身 会造成肺部的伤害 真的喔 对 结果这个病人 我们右下角这个病患呢 住在我们家安养中心 住了两年 最后还是呼吸衰竭死掉 蛤 为了减肥 然后自己乱喝这个手工木茶 喝到肺纤维化 是的 然后喝到致命 没错 这太夸张了 左上角这个 左上角这个是 你看这上面是民国八十八年 你看这好多年前 好当时呢 就这个病患是 他减肥菜一样就是手工木 肺部纤维化以后 换肺换了两次 好不容易这命 留下来了 换肺换两次 你看耗费多少的医疗资源 对 代价太大 对 所以我们假如去查的话 在那个年代最少两个人 因为吃手工木而致命 所以其实 其实您官提醒的非常好 就是说 路边的野菜一条不清楚的话 不要乱摘 不要乱摘 没有经过中医师手啃的 这中草药的话 也不要随便用 对 目前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 都是简单 食用的香草香菜 而且都是很普及的 对 而且这些几乎都是 不管台湾或东南国家 几乎都吃了上百年以上的 而且这些除了新鲜货 有的时候你去超级市场 像我刚刚看迷迭香啊 百里香啊 那个其实香料区 都有干货的香料 对 没错没错 好 阿勇斯的香草猪 现在也好香 对 这样已经焖好了 那最后喔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熬的时候 香气会不见 对 最后你要上菜前 再把这个新鲜洗好 对不对 再把它拌一拌 这样的话香气会更成熟 而且这摆盘也更美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这个阿勇斯哥是不是太厉害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一定要像阿勇斯老师 这么的厉害 对于梁台湾 各种香草 它如属家增 你可能才会去办法 去做这种料理 否则的话 有时候我们一般 搞不定是一两种都了不起 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说 你可以自己种东西 自己种东西 相对来讲 好像你没有吃这个农药 感觉安全吗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一个寄生虫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自己台中 有一个医生的案例 这医生他就说 有一个家人 他带着他们两个小孩子 一个大概念小 一个念国医 那来看那个小孩 可以是因为说 他觉得最近小孩子 好像没有力气 好像这个脸色苍白 尤其老大就抱怨说 这个肚子有时不舒服 那他们给他验 贫血 贫血奇怪 那你们这个是小孩子 他们家家境很富裕 他们没有缺任何食物 吃东西就很正常 后来再给他做超音波 就在老大 那个肚子在做那个胆管的时候 看到那个胆管里面 东西在蠕动 蠕动的时候 他们当然讲 一定是有什么 寄生虫或蛔虫 赶快两个兄弟 去给他做那个虫乱检 后来就是蛔虫 赶快就打虫 要下去之后呢 很快他们再用超过 看那个 那个蠕动虫都不见 被打掉了 那因为这个两个兄弟 他们家自己是 因为他们很强调 天然有机啊 自己是施肥 可能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说 那两个兄弟来讲 因为学爸爸妈妈嘛 那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差 可是他们也喜欢吃生菜沙拉 这个生菜来讲 弄下去 就拌一些冷藥橄榄油 加醋去吃下去了 因为他们说 这个一般大人都没事 可是也不是这样讲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虫害的问题 然后这个医生很妙 刚好他的诊断完 这个两个兄弟之后 过了一个月 他碰那个小女孩来 那小女孩也是贫血 那那个贫血来讲 他看缺点性贫血 那他想说 后背是这个 又跟前面那个兄弟一样 那一样 他那个家里 也是有自己种菜谱 那小女孩 自己都刺个脚 跑来跑去玩 结果他想 是不是这个蛔虫 一夜 结果是沟虫 沟虫是另外一种 沟虫是从我们主体里面 经过皮肤进去的 所以他 这个从那个我们菜谱 或我们有时候 施肥当中 虫卵的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欸我们家自己 自己种菜啊 有没有农药啦 最安全啊 可是呢 你却因为这个生吃 反而把一些虫卵 或者是技能吃下去 不对了好 所以我强态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阳台上 种的饱是不错啦 但如果蔬菜来讲 还是尽量手务室 比较安全一点 那肖医师也要分享 阿永哥今天分享的是香草猪 香草其实对人的 稳定神经系统 跟调节血压有帮助 对啊 你看我一直拿着这个 琳萌麻边草 我们家的阳台 不是我的势力放 那归我太太管 那全部都种花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种菜 或这些辛香料的经验 那我唯一的经验是 很快乐就是在当兵的时候 当兵外面有些 站车的位置 他后来空出来 种了一大堆的铜蒿 当然吃不完 可是晚上 晚上假如说 煮火锅加阿兵哥出去摘集 是非常方便的很好 就最后铜蒿花 长得好漂亮 这辈子最快乐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知道 跟泥土接近 是人很快乐的事情 那我刚吃到这个 明永哥的这个 这个料理 很有感觉 因为我不会种菜 但是我帮大家去 去回顾一些文献 这柠檬麻边草真的有效吗 因为大家都说 他对放松 缓和情绪有用 那到底有没有 医学文献 讲说他有用了 刚好在今年2018年 伊朗的大学 他做一个综合分析 我现在找的综合分析 他都是累积十几二十篇的论文 整个来看 他发觉说 在动物实验 确实是对 这个缓和放松是有效的 可是偏偏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去做人体分析 那当然可能会有效 因为我们自己闻起来 确实是有用 对 那或许呢未来看谁 哪一个学术机构可以做一下 那让我们更有这个信心来使用它 那另外田菊 田菊在我们减肥的病人很多会用 因为他确实是很好的天然的一个 带糖 而且是天然的 那当然之前大家有怀疑过说 他到底安不安全 那到几十年前日本 连日本最后都承认允许它上市 就是说由这田菊出来的代糖是可以用的 所以是OK的 那最重要是它的甜度是砂糖的200倍 哦 所以刚吃起来说 哦 哪有这么甜呢 所以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那2010年在这个美国麻省总医院 他也是做了一个综合分析 这也是十几篇的论文 他发觉说 长期的使用田菊居然可以降血压 哦 对 他有类似像我们那个钙离子阻断剂那种作用 可是短期就看不到 嗯 那当然我们观众朋友不要听到这个说 那我血压药不吃来吃这个 这不行 绝对不可以的 你当然是一边吃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观察 看你血压是否有下降 有下降你想要停药或减药 你要跟你的医师来做商量 那另外说 那这个用 既然用人工的这种代糖 那到底可不可以降血糖呢 看来还是有点点作用 可是一样缺乏说非常有利的证据 所以假设一样哦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你用这种代糖 你想看看说 到底你血糖是否可以降 那我想他要跟你的医师 好好的商量才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也要分享 阿芳老师的阳台宝 阿芳老师的阳台一年四季 这个景色也不一样 都没有花 都假的 薄荷你常用 对我的薄荷基本上养得很好 每一年农历过年完 我一定帮我整盆的薄荷剃头 因为会有长很瘦很高的老的精 你一定要修掉 那在清明之后梅雨季它一下雨前后 你就会重新看到它的嫩绿才会出来 不然你的它就会变成那个什么烧焦的颜色 品质就不好了 对 那这个阿芳老师也分享过 我的柠檬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紫苏 对 桂花是人家那种做桂花料理的 对 你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在我家桂花就是 我就是开窗 然后去捏下来 然后拿一个那个筛子 冷开水 多摇洗几次 然后就可以用 然后我们家是一定不会撒药 所以很安全 那阿芳老师分享的紫苏 紫苏 在节目中分享过好几次 今天要分享一个紫苏的小菜 对 平常就是我们做菜 可能会把姜里面放一点梅子 对 可是我今天把它换了这个季节 大家在吃梅子 腌好的脆梅 然后这个时候有姜 你如果在家里面是当零食来吃 那我们就把姜 嫩姜把它切小丁小丁 我用一点盐巴稍微拌一下 然后用冷开水把它洗一洗 把它换成 拌进来 所以今天就变成紫苏梅姜 对 就是你今年在吃水果里面 我们的紫苏梅姜 等会让它泡一下 然后上盘的时候 你就把这一把 我已经切好的紫苏叶丝 放在上面 你夹着一起吃 那跟腌制过的味道 又不一样 有梅子的脆 有新鲜的姜的香味 还有那个很提味的紫苏 好 这个就是夏天的开胃小菜 对 开胃小菜 这样的梅姜 多久时间入味 先拌先吃 你现在我拌好了 对不对 你放在冰箱里面 你去看 就是因为我们的姜片 已经有用盐巴腌软 那你的梅子本来就有糖 有它梅子的酸味 对不对 那你现在合在一起 就变成说 就可以吃了 就入味了 就立刻吃 这么快哦 然后你还可以搭一点点 那个紫苏 我先吃嫩姜看看 嫩姜那么快入味 好 我觉得很好吃 而且夏天如果胃口不好 这个是开胃小菜 很开胃 很开胃 非常好吃 当随饭后吃 或者是饭前吃 都非常好 对 好 那另外呢 我最常用的就是 我们寶岛有一个 有一种叫做快炒100 然后我都始终觉得 快炒100的味道太重了 那但是他们很棒的一点 又是什么 就是辛香料放很多 那我在家里面窗户 我自己的九层塔也种得很好 那常常被我剃头剃到 变得很可能就对了 那就有紫苏 我就拿它来替代 做快炒 好 我说我们今天快炒 四宝葱姜蒜 葱姜蒜你可以看到 放的特别多 然后葱的部分 我把葱白给挑出来 葱玉稍微先留着 所以先拌炒 快炒四宝的香料 那今天要拌炒的是 紫苏 节瓜 惠文革 所以今天有蛤蜊 有一点海鲜 那还有夏天其实是瓜的季节 对 节瓜也非常好 节瓜又名夏南瓜 是南瓜 跟南瓜比较近似 它的肉质其实非常的好吃 那现在寶岛台湾 以前要买不好买 都要在西餐的一个材料行 对 可是今年开始 我觉得这两年都很好买 这两年因为 台湾本地农民种得多 平价又健康 对 你现在真的是快炒九九的店 对 对 差辣了 对 所以这个是 我现在用的东西都是同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要告诉你 蛤蜊也肥了 对 可以吃了 时间到了 好 然后呢 在这上面 你先不急 我们随着现在在让蛤蜊感受温度的时候 然后让那个通姜蒜的辛香料的味道 稍微的多上来一些些 对 好 然后我们稍微加一点水 好 水不用多 因为蛤蜊等会还会吐水出来 对 所以差不多我们的四分之一杯的份量 有点水当影子 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今天的虾子比较特别 因为我跟蛤蜊炒在一起 然后我要留它的鲜味 所以我是头的壳留着 尾的壳留着 身体的部分 我把它掰掉了 中间去壳 然后去了长泥 稍微让它这个前置处理一下 对 就把它拿掉 好 好 然后大量的膳食纤维 结瓜 今天的绿色黄色结瓜 我两个都用 哎呀 其实现在不像快炒九九的 现在像地中海料理 地中海 都觉得非常的地中海的蔬菜风 对 所以我用的是 我们快炒的起底的 煎香 爆香料 食材的运用方式 用的是地中海的手法 对 可是等一会儿我的调味汁 跟我的最后加那个 我们的一个提香九层塔 或者是你用紫苏的手法 又回到快炒100的概念 真的 问一下周太医 中医怎么看紫苏 中医看紫苏之前 我们先讲到为什么有紫苏 因为阿芳老师用紫苏煤 不要忘记说是在日本的江湖前时代 有一种叫香寿司 香寿司都是要经过长久的保存 我们寿司要吃新鲜 对不对 香寿司要放个半天 或明天才会送给大家 吃了一张礼物这样 那你不要忘记它里面 都会加个紫苏煤在里面 就像是日本便当 即便它冷便当 会放一颗煤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紫苏本身它对 抗金黄色葡萄球菌 还有大肠杆 就会异菌作用 所以呢在夏天 我们非常麻烦的是非常多的 女生会腹泻 男生也会腹泻 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 就是他已经连续腹泻 喷射状的水性 两个礼拜了 他是一个大概180几公分的大男生 因为跑业务的关系 他不是吃凉面 就是吃热便当变冷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他跑业务没有办法按时服 那个吃东西 那凉面有个问题就是 他的保存很多 又大肠杆菌超标 那热便当放久的话 微生物自身也非常快 那我们用了很多的中药 下去霍香蒸气系列 饱和系列 他就好像友好 可是过井又水泻 于是我们就跟他说 那你不然去建国花市 买一盆紫苏好了 那紫苏怎么样 你就把它 把一片叶子放进去 揉一揉 放在水里 那你加上一小撮盐 就像是保矿粒 或是书跑一样 就像紫苏盐茶 让他在吃便当中服用下去 他对他的肠胃的一个脏器 他对大便的成型 还有水泻的过程会缓解 那我们在紫苏来说 又想到说 为什么紫苏是那么好的呢 他又在女生妇科可以去安胎 那本身可以去放松血管 去达到心情舒畅 胸闷不畅 去安定情绪 那甚至在我们用在气喘过程中 他可以去止咳降喘 那还有就是他对于抗菌 不要忘记阿方老师 为什么要加海鲜加紫苏 他可以去解鱼蟹虾毒 对皮肤的过敏会安定的 就是中医在紫苏的一个解读现象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 那个生鱼片旁边 对 日本人一定会放那一片 可是你会发现 大家鱼吃光那片叶子 就还没有去 对 那很可惜 那其实是有意思的 好 你如果不吃完 他下一盘又给你丢端住 好啦 那这样就不新鲜了 然后我们做这个快炒汁在家里面 你不要让他口味这么重 对 一大锅 尤其我们今天会有结瓜 会有产生它的水分 所以借用一点点的太白粉 可以降低你油脂的需求量 那我在里面放一点点的酱油 好 然后两倍的米酒 酱油跟米酒1比2 对 那稍微打匀这个太白粉水 待会会让他这个收一下 汤汁跟调味 好 然后再来一小匙的这个 香油 阿方老师如果没有指数的人 其实今天的料理 九层塔 也很适合 对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快炒 他应该没有人炒指数 对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半个也肥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要去推锅了 好 所以再把刚刚的太白粉水 稍微让他挂上所有的味道 跟推锅 对 那你现在推锅的用意是何在 就是你要赶快把那个 跑出来的汤汁 对 他变成了有一点点的厚度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 让他挂上所有食材 你的蛤蜊的水分才不会一直跑掉 真的 就是你要把它封住 所以这样既可以封住蛤蜊的肉的水分 对 然后也可以让汤汁的调味挂上所有食材 对 就是完全一气喝成 好 然后再来 或者九层塔都可以 那最后 因为这个熟的块 所以也是简单 拌炒一下 对 然后再来 连我们的葱绿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所以快炒一百比较麻烦 所以吃完以后对于高血脂 或什么对邵医师 这个新陈代谢专门做检 会觉得快炒一百是不OK的 可是阿方老师做的方法 你可以想到说 为什么韩国女生 她每一口烤肉里面都加一片的 紫苏叶包住 因为紫苏叶里面有一些成分 会让紫苏泉 它会让你的脂肪和一些肉类的消化 是达到95%以上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季节来说 我们会建议一些 比较能够防蚊的植物 我个人是觉得在端午前后 有一个特殊的植物 提供给大家 我们在中有一句话是说 在清明要种柳 而端午要持爱 为什么呢 因为爱业本身 它的正能量是非常多 不管是有形的 味道不好的 或无形的 情绪上的不好的 在爱本身 它的能量是非常高的 那本身爱业 我们作为温化身体 子宫收缩的话 还有对于环境的清洁 是很棒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有人不像我像五八桑 对不对 我们要有少女性的防蚊东西 介绍四种东西 给大家少女性的驱蚊植物 给大家 这些香草可以帮忙驱蚊 是的 如果夏天担心蚊子咬伤的话 杨凯种这个 可以降低家里的蚊虫吗 对 因为蚊虫它本身 我们是说蛇毁 蚊瑞 不是只有蚊子 还抱小虫虫或小东西 其实会很多 在滋生在温度较 23度以上的话 其实台湾的 湿热的脏气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在薄荷薰衣草大蒜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它本身 像大蒜里面有很多叫做 我们叫Alicine 就是有一种的植物是 特殊香气 蒜素 它会让整个环境 产生一种抑制驱蚊 还有驱蚊 那薄荷薰衣草 它本身是香香的 它本身也是 让蚊虫不想靠近 那中间是一个柠檬香茅 比较特别是 大家都好像都去种柠檬香茅 事实上柠檬香茅本身 它种在那里是不会驱蚊的 它必须要提炼出精油 柠檬香茅加薄荷加薰草精油 加在一起 撒在你的植物上面 它就可以驱蟲驱蚊 驱蚊蚊蚊蚊蚊 那请教一下江医师 天气越来越热 另外一个麻烦 除了刚刚讲的蚊虫之外 有一些水果会被果蝇靠近 然后甚至有些水果表皮 你都看得出来 果蝇可能有叮咬的伤痕 请问这个吃了安全吗 其实果蝇本身的软 本身在人体身上 是没法孵化的 不过还是不能忘记 就像我刚才种那个香蕉 果蝇比较喜欢黄色的水果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果蝇 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你也知道果蝇那只脚上 都是毛你知道吗 那你也不能说 它在飞到你的水果上世界 不能先飞到水锅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被它沾过 当然寒聚量就会高 那拉肚子的机会是有 可是真的比较值得害怕的 绝对不是果蝇 你要知道 全世界有一个很出名的寄生虫 叫做广东注血腺虫 这个民国 这是什么虫啊 它是一种在人身上 会孵化出来的虫 对 它在人身上会孵化 就它跑到人体里头 人体吃进去 然后它可以在人体里头寄生 然后还孵化 孵出来 然后跑到脑袋里面去 民国22年在广东被发现 所以才叫做广东注血腺虫 不过全世界第一个人类感染的 事实上是在台南被发现的 民国33年 对 在日本人撤退之前被发现 那其实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企业家 就专门做酱油的 他们一家 就是因为吃了生的蝗牛 那听说无死另外一个人有神经学的障碍 就是吃了这个生的蝗牛 然后得到广东注血腺虫 脑末炎脑炎 所以是怀疑生的蝗牛里头带有这个虫 一定有蝗牛身上有广东注血腺虫 非常普遍 可是他不要忘记不是只有生死蝗牛的问题 因为高雄龙总做过研究 四成的广东注血腺虫感染的人 事实上在台湾是吃生菜跟精力汤造成的 尤其是有机的蔬菜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机没有喷药 蝗牛到处爬 蝗牛爬过去那个黏翼状的那个东西 没有洗干净 你拿放它进去看 全部都是广东注血腺虫的蛋 那因为它黏黏的 所以你也不容易洗干净 那你把它吃下去 可能就会得到很严重 而且致命性的感染 因为广东注血腺虫 跑到脑袋里面去敷 所以敷出来的东西 在脑袋转去之后 即使不死 即使也半条命了 所以你就是提醒大家 很多观众朋友 尤其迷信有机的这个食材的人 有机可能比较没有农药的风险 但是刚刚讲的这些寄生虫 或者各式各样的细菌的风险 都要清洗干净 那节目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其实刚刚江医师讲的这么恐怖 是提醒大家多注意 就是还是尽量不要生死太多 但是呢 我们阳台上其实种些宝来讲 绝对是有疗愈的 在美国他们做过研究 这老人家如果说阳台上有种花种草 他们有做木工的这一群 他们晚年生活非常快乐 生活品质非常好 很少有忧郁症 所以我鼓励大家在阳台中间宝吧 好 谢谢刘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阳台宝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偷一时间我们的食谱健康的资讯 还有节目的预告 也会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all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